2009年 台湾死刑零職刑 迈向第四年 2003年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成立 2004年 废死联盟到加拿大参加第二届 世界反死刑大会 也举办了第一届杀人迎战 不仅是向国际串联 更努力向台湾扎根 2005年 国际人权联盟FIDH的三位代表 来台湾展开Fact Fighting Mission 次年发表的 Death Penalty in Taiwan报告 在Face联盟的协助下 台湾废除死刑的努力 让世界看见 2006年 在枪口下抢救出中德数之后 台湾达成了第一年死刑零职刑 2007年 我们参加第三届世界反死刑大会 从观摩者变成分享者 第二届杀人迎战也顺利举办 很多亚洲国家的反死刑伙伴都问 下次可以一起办吗 这年 联合国大会 通过62149号决议 呼吁全世界都应该停止死刑执行 这年 台湾有28个死刑定验个案 台湾死刑零执行 迈向第二年 2008年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5岁生日 这靠许多人的帮助 世界废除死刑联盟 亚洲反死刑网络 以及国际特色组织 派出联合代表团来台湾 向台湾社会发出重要的讯息 废除死刑 台湾成为国际的期待 我们和德国在台协会合作举办 死刑存废的新思维研讨会 英国贸易文化办事处 以及法国在台协会 也协助举办相关废除死刑活动 这个门上 那这是我们学下一个愿望 明年我们要来点亮这里 而且希望是真正的可以点亮它 你可不可以请大家 2008年11月30日晚上 在济南长老教会前 台湾公民社会响应CTS for Life活动 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 也许有一天 这年台湾达成死刑零执行第三年的目标 但这些都不足以令人欢欣鼓舞或者值得大肆庆祝 台湾死刑定验个案的人数累积到了35位 虽然新任法务部长说我个人反对死刑 但是执行的压力几乎快达到了临界点 费死联盟会帮每一位死刑定验个案找律师检视他们的案件 卷宗提非常上诉 今年有两位死刑犯写信给我们说 请不要再帮助我了 其中一位说 我无法对社会有所帮助 不执行我只会对家人带来困扰 另外一位说 过去我曾经愤恨过 不满法官为什么说我强盗杀人 我并不是故意和预谋的 但后来我想清楚了 不管是杀人或者强盗杀人 总是有两个人因我而死 两个家庭因我而破碎 现在的我只希望能够尽快执行 将我的器官捐出 他对我们说 为了让自己能有健康的器官捐赠出去 限制他每天吃素还做运动 因为这是他能够回馈社会唯一的方法 作为废除死刑运动者 听到的反对声音总是大于支持你的声音 有时候不免难过 不免迟疑 但是来自于死刑犯的声音 鼓舞了我们 如果没有三年前 大家努力让台湾停止死刑之行 他将会带着愤恨不平 仇恨社会的心情结束他的生命 但是三年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悔悟 忏悔 我们都知道 宽恕需要时间 也许悔悟也需要时间 也许我们努力的 就是给其他死刑犯五年 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 然后终究会看到人性的美好 过去五年来 因为有你们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 得以继续走下去 未来希望有你们一路相伴 直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尊重生命 没有死刑的社会中 对于未来 我们希望 点起两盏烛光 为加害人 也为被害人努力 对于未来 我们希望 建构一个 合乎国际人权潮流的 死刑替代措施 包括合适的 替代死刑刑罚 完整的被害人保护措施 以及监狱改革 对于未来 我们希望 继续维持死刑零执行 也希望不久的将来 台湾成为真正没有死刑的国家 谢谢您 反对死刑 让生命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